今天早晨財經速解讀 今天是2020年3月17號禮拜二 昨天道琼近乎雪崩 崩跌了3000多點 也不能講3000點 近乎3000多點 總共是跌2997點 美國總統川普 周一對於新冠肺炎的疫情態度 大轉彎之後 是引爆這一起崩盤的主要因素 我們知道 在昨天川普的一個記者會當中 提到說 這一次的情況很糟很嚴重 希望我們會是最好的情況 而不是最壞的情況 這個是翻譯過來的話 但是再三的已經提出了一個 準確的感覺 就是整體的美國政府 已經將這一次疫情視為 有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的訊號 在早幾個禮拜之前 幾乎沒有人會相信 這一次的疫情 會恐慌到全球的經濟 陷入大幅的衰退 為什麼 因為這始終都是一個恐慌性消息 所有人都知道 當疫情 結束的那一天 股市就會立即做反彈 經濟就會立即回到正常的軌道 但問題就是 沒有人知道這一次的疫情 何時會結束 我跟很多分析師一直在討論說 現在的跌幅啊 從道琼 昨天的一個整體跌幅啊 從最高點到現在 跌幅已經來到38% 金融海嘯也不過就跌49% 所以這是這幾年修正以來最大的一次回檔 如果跌幅來到了50% 那整體股市和整體資產的增發 就跟金融海嘯08年是沒有任何兩樣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是有恐慌啊 但是還是沒有比08年恐慌 因為08年當時發生這樣整體的金融海嘯之後啊 所受到的一個整體衝擊啊 是認為經濟未來會往L型的方向來做移動 什麼意思就是 當經濟已經跌到底之後呢 就會持續的在做盤底震盪 而且可能要好幾年的時間 這個是當時的想法 現在不一樣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 只要疫情一結束 股市經濟就會立即的做反彈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個是跟08年的一個差距 待會我們做一些探討喔 當然昨天台股呢 因為美國聯準會降齊四馬 美股的電子盤 重挫 熔斷的關係喔 昨天台股還是暴跌喔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暴跌411點 說在9717點喔 這是去年2月站穩萬點以來啊 首次的跌破 結束了長達13個月的萬點行情 這一次的行情基本上在昨天 已經宣告落幕了喔 現在反而要往下一道防線 大概9117 包括半年線10年線 來看是否可以收穩喔 如果碰到10年線 我幾乎敢肯定啊 國安基金必定進場 那國安基金六次的進場 每一次都是屬於相較極低點進場的 也就是說國安基金進場的時候 來做買入 從歷史經驗是不會賠的喔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這樣子 那當然疫情這一次的衝擊啊 昨天油價首度的破了三字頭 來到29塊多喔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油價的一個下作還是可以去預知的 因為整體的一個利多消息還是沒有釋放 只是說油價相較起來啊 整體的一個抗跌性是越來越高了 為什麼因為機器已經非常非常低了喔 這邊提供給各位啊 那當然最後一點啦 我希望官方有很多人希望我來討論一下 這一次的避險資產 怎麼會造成這麼大幅度的價格滑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知道現在 不只是新興市場債券在跌喔 連美債都在大幅的滑落 美債是一個高度避險性資產 沒有人相信美國主權債有可能倒閉 但是美債的價格卻不斷的下挫 就連經濟啊 都試圖 想要在1450做一個主體動作 原因就是經價最近的拋售潮 也非常的強烈 那到底實際而言我們要怎麼來做一些解析 當股市也在跌 可以保值的黃金也在跌 具有避險資產的美債也在跌 那到底什麼東西在漲 待會我們來做一些細節的探討喔 那各位喜歡我們節目可以幫我們訂閱我們的 遊婷號的粉專 遊婷號的財經號角 還有訂閱我們的Podcast和SoundCloud 如果你是在 這個音頻收聽我們 音頻的一個觀眾朋友喔 那也歡迎你 偶爾來我們的直播跟我們互動一下 問問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來跟各位做一些 借鏡和分享啦 好 馬上來看一下 川普這一次的一個發言是什麼 引爆 昨天美股的一個沙盤 崩跌 接近3000點喔 我們到周日的時候 聯準會才進行突擊 瞬間把 利率降為0喔 不講0啦 0到0.25% 並且啟動新一輪的量化寬鬆計劃 那周一的時候華爾街因為這樣的一個消息 老實說啊 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盤中時段呢 美國總統 卻還是宣稱說這一次的疫情呢 最嚴重可能延遲到7月8月 不排除封鎖疫情正央的區域 美國可能正在往 經濟衰退的一個方向 做前進 這個是川普的一個原話喔 然後我們有幾個角度可以跟各位來做一些分享和解讀喔 我們都知道 川普對於經濟是否衰退啊 股市是否好 這些都是次要因素啊 川普 所有的一個操作跟聯準會最大的不同在於 川普的操作一定是必須有利於11月份他的一個美國總統大選的 沒有一個總統希望自己在選舉政績內 陷入了經濟衰退 即使這個原因可能不歸咎於他 你要知道這是疫情啊 你也不能說是川普的錯 你要講 這個整體的一個全球市場就是不好嘛對不對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川普這一次把話放得這麼狠 市場上有一種解讀喔是 是不是希望股市可以快速的滑落 快速的跌完 把恐慌性消息啊 跌幅跌到讓你覺得不可能再跌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因為 投資人剛才講過啊 都有心理預期 認為這一次的疫情一旦結束 股市就會瘋狂式的向上談 對不對 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川普讓整體的股市 快速的下挫 有沒有可能是希望 他能夠拉股市的時間加長 要不要知道如果 我們在三月見低點 三月見到歷史的低點 四月開始做反彈 慢慢談 川普大概也有六七個月的時間 讓股市慢慢的提升 這六個七個月 都可以算他的一個整體 總統大選前的一個 互盤政績 相反的如果持續的一個滑落 滑落到八月九月 一直到暑假都沒有結束的話 那麼整體的股市可能就變成一個 低檔震盪的格局啊 川普就 很難在一兩個月之內 把整體的股市救起 我們都知道 空頭趨勢永遠比多頭趨勢來得快 平均而言 一場空頭 要讓 整體的股市回到空頭前的水準 差不多要三到四年 比如說08年 如果加還原初選席的話 差不多11年12年 才有可能把整體的股市拉到08年前的一個水準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川普這樣的一個動作 有沒有可能是希望股市能夠儘快的反應這樣的一個恐慌性消息 接下來呢 等待疫苗的一個研發 或等待利多消息的一個釋放 可以慢慢的從 4月5月6月7月8月釋放好消息 把整體的股市拉到一個正常的一個位階 這個是市場上的一個 普遍的一個揣測啦 當然 跟大家做一些參考 因為整體的一個市場跌幅 已經來到38% 市場還是恐慌的 但是市場也很清楚 這一次的恐慌絕對沒有比金融危機還要嚴重多少 我們要知道 整體的一個金融危機啊 那是永無 各位有經歷過就知道 這是永無止境的恐慌 幾乎在當時沒有人相信 未來幾年股市有可能 回到一個原本的水位了 沒想到兩三年就已經回到了對不對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這一次的跌幅 來到38% 如果以保守區間計算的話 差不多啦 假設就跌到金融海嘯的水準 還有12%的跌幅 有可能持續 當然 這種跌幅可能一天就達成 對不對 因為一天跌個兩三千點 那很快就達成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觀眾朋友可以做一些想法和借金 預估 自己整體的一個資產 部位的一個配置 大概還有多久 我認為11月的一個美股總統大選 是一個關卡啦 那當然 疫苗的研發 是一個整體股市的一個轉類點 但是到時候 彈的一個速度 也會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 美股四大指數的表現 昨天美股到達成指數 暴跌 2997點 12.93% 收在 20188點 標普拍指數暴跌 324.86點 11.98% 收在 2386.16點 那薩克指數下跌 970.28點 12.32% 收在6904點 非常大的指數下跌 245.48點 15.9% 收在1298點 好那昨天呢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也在緊急降息後的一個記者會上面 表示說 這一次美國的旅遊業 以及仰賴全球供應鏈的產業 已經遭受了新冠疫情的一個衝擊 金融的情緒呢 也已經大幅的緊縮 那這一次聯準會呢 基本上 已經會採取量化寬鬆的一個實體措施 我們之前提過 現在 降息的主要措施來源於公開市場操作 也就是 進行這種 無預警的 要降不降 這種方式 突然降 來 這種心理預期的方式 來操縱市場整體的資金量 那量化寬鬆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量化寬鬆是具有 高度 宣誓性意味 什麼時間點 投放多少資金 投放多少錢 多少幅度 降息 起碼 都會一一的說清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量化寬鬆 可能在未來 幾個季度內 都會採取 實質的一個措施 到時候 我們才來為各位做一些 實際上的一些 追蹤 很多觀眾朋友在這一次的 普段投資當中 很快的 脫身 有很多觀眾朋友在這一次的 整體的疫情當中 被迫停損 那我想跟各位提一個 我今天 早上的時候 才在跟我一邊來的路上 一邊在跟一個 飛機師聊天 我跟他聊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才遲到 我在車上跟他聊說 你覺得這一次的整體的一個 停損 給我們最大的一個 啟發 它和界定是什麼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至少 我們很確定跟08年的這種感覺是不太一樣的嘛 他說 其實 不管是08還是 這一次的疫情 你會發現 個人投資是一個 無限遊戲 假設你在07年的時候就已經完全預測了CDC 整體的一個 次代 泡沫 有可能會破裂 你成功的避開08年 那你能夠避開這一段嗎 因為 08年的整體的一個 債務危機的一個原理 所爆發的一個資產泡沫 跟這一次完全不一樣啊 你完全從08年是學不到任何經驗 套用在這一次 對不對 所以他就跟我說 其實個人投資是一個 無限遊戲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除非這筆錢啊 你玩完之後 你就要拿出來把它消費掉 買成車子 買房子 讓你可以來做享受 不然你的投資 你08年賺的錢啊 你是不是遲早要投入在這一次的疫情的多頭趨勢上 對不對 所以像一個沒有終點的遊戲啊 除非這輩子啊 觀眾朋友你每次都賺錢 要不然 你賠錢的機率是很高的 為什麼 因為你先前所賺的錢 會增加你的槓桿性 和你未來投資的一個資產量 那你未來投資 只要輸一次 就把前面投資的全部輸光了 這個就是 其實是投資的悲哀 投資是無限遊戲 所以投資在輸的概率上 本身就比較大 那我常常建議觀眾朋友 你知道在文 寫文章常常 都是寫這種長期投資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唯一避免這一種啊 資金量因為 操作次數過多 被吃掉的 理由 所以我們常常建議各位啊 要減少轉移自己資產的次數 盡量去做那一些 一次決策就足夠的投資 不要什麼每天都必須要去下決定要怎麼樣 也就是 建議大家進行長期投資 為什麼 你進行長期投資啊 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下一次決定 你決定了定期定額 那基本上啊 你可能未來十年都必須定期定額 這一種投資的決策是一目了然非常快速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就不用 特意的去關注手上的一個持股狀態 反而嚴謹的執行自己的決策 嚴謹的 保守自己的一個紀律 反而是比較好的 這邊提供給各位啦 因為跟 分析師聊到覺得挺有趣的 分享給各位 好台股跌破萬點整體的一個市場 降臨之後呢 今天股市啊 預估可能還是會承受到 非常大的一個賣壓 我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次台股的一個崩堤 跟基本面 還是沒有很直接的一個關係 台股整體的基本面 營收是有衰退 沒錯 整體但是 整體的一個圈置股表現 還是持穩狀態 我們上個月整體的台積電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月營收 還是可以看到一個持穩的狀態 所以 這次台股的持續崩跌啊 主要來自於幾個原因 第一個 是 關於被動投資 的一個減碼 我們要知道被動投資啊 會根據整體的指數 ETF 和整體 市場上贖回的速度 做整體市場的一個 砍單 所以當 股市跌到一個水位 之後呢 ETF就 被迫的要 砍單 這些砍單 就會砍到這些全資股 大幅的讓大盤給下滑掉 那第二個是外資 整體的一個投資 外資連自己就 歐美股市都來不及了 台股有 四成的一個資金 是來自於外資 所以 提款機的一個速度 也非常快啊 第三個 就是放空制度的一個加劇 就是 市場上的一個整體的放空熱潮 還是非常踴躍的 所以 整體的一個放空熱潮 加劇之後讓股市下跌的速度 更快一點 昨天台股下跌了 411點 說在9717點 那目前來看的話 短期內回復到萬點的可能性 是不大的啦 那 接下來 我們以半年限和十年限 作為一個 基準來做對焦的話 五年限的基準是9977點 目前是破掉了 如果 這個禮拜無法所穩 那應該就是完全破掉 接下來就是守住十年限的位置 十年限的位置是 9117點 那依照過去 國安基金 進場的紀錄 差不多就是 十年限左右 那我們到國安基金進行進場之前必須要先召開 國安緊急會議 那這次的會議通過之後 才有可能 進行實質上的國安基金的資金的投入 但是 整體的會議一召開的時候 股市上應該就會有利多反應了 所以國安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以近期的短期波段投資 限來看的話 是 9117點 一旦破掉 國安基金 老實說必須 他一定有義務必須要回應這一次的股市 強力的下挫 這個提供給各位 當然近期的一個反向型ETF 整體的漲幅普遍都有 20%包括原道台灣50反一 加權反一 富邦加權反一 兆豐藍籌反一 整體的一個漲幅都很大 但是還是要關注 建議觀眾朋友 這一次的整體的一個下挫很快 很快是沒錯 但是 這種 反向型的ETF 還是不能久 報 這個 隨時 來看的話 因為 反向型ETF是最終期貨 期貨會有轉倉效益 建議還是不要超過一個月 為做一個 保守的一個時間操作 我提供給各位 好馬上 馬上 來看一下 這一次 油價的一個市場狀況 新冠肺炎的一個疫情持續延燒之後 加上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降幅 已經創了30年來的一個最大 美國聯準會和各國央行緊急降息的一個 消息也無法提振到市場 所以呢 整體的原油需求仍然是持續的下手 雖然 原油降到30塊已經 很低很低的 各位 有印象以來 其實也沒有幾次降到30塊 對吧 如果是以 差不多 中產 中產階級來看的話 可能各位也不會覺得30塊 30塊其實是蠻少見的一個價格 那目前已經 跌到29塊多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整體市場的狀況其實不是 特別的明朗 但是可以確定一點 就是 油價整體的抗跌性要開始出現了 再跌也跌不了多少了 這個是事實 我們常跟各位講說 一個 具有投資思維的人分為兩種 一種是長期投資者 一種是 交易投資者 一種是 這種 該怎麼講 叫做 投機主義者 這樣子好像有點 有點 歧視的意味 反正就是長期投資 和出於這種 追求價差的投資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知道 中體經濟學之父 凱因斯有一個理論 叫做選美理論 他說呢 你要 用一個選美比賽 要 去猜哪一個人 最有可能是最漂亮的 你不應該 選擇你心中覺得最漂亮 你應該選擇 其他人的心中 覺得最漂亮的那個人 所以 這樣的意思 其實回到投資問題上 就是不管你是炒 期貨 股票 黃金 債券 不要去買自己認為能夠賺錢的商品 而是要買 普遍 大家認為能夠賺錢的商品 這個是選美理論 他所帶來的一個效益 這也是市場上 慢慢要轉移這種心態的原因 現在有非常多長期投資者 存股族 整體的心態 跟崩潰也沒什麼兩樣 很多存股族 停損了 那這個停損 老實說也是我建議的 我建議的原因不是說你操作的策略不對 而是來自於 有些存股族生的心情很不好 很痛苦 那我認為啊 如果資金量不大 你 賺 薪水 賺一兩個月就賺回來的錢 幹嘛要讓自己心情保持這麼低潮了 影響到自己的本業 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常常建議你心態受不了 那就遠離股市嘛 心態受得了 但是有點不舒服 那就常常聽我直播 文洋建議你 長期投資就是持續的定期定額 來做買入 那你當然可以像 選美理論這樣子 選擇 大家認為會漲的 選擇 大家會覺得恐慌的商品 進行放空 但是 成也陽群 敗也陽群 這種陽群效應說散發出來的 整體的一個操作方式 是非常非常多變的 回到我們剛才 最先提到的 個人投資 是一項 無限遊戲 除非你每把都賺 要不然只要最後你輸一把 你就注意把 前面 任何波段投資 所賺的價差 一次給輸掉 為什麼 因為你的個人投資 慾望會越來越膨脹 你每賺了一筆錢 在下一次當中 下一次的投資 你就會把這筆錢 持續的來投入 來進行投資 所以你的槓桿 一定會越來越高的 所以我常常建議各位 心態受不了 那沒關係就停損 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長期投資 適不適合你 這邊提供給各位 做一些想法和借鏡 8點55分 我們聊一聊 最近 市場上 最多人在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 包括美債 包括金價 都在短期內 快速的一個壓回 這樣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 整體的美股 重挫的一個幅度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但是具有 避險功能的黃金價格 也跟著跳水 昨天是一度突破了1500塊 現在在1450左右 進行主體的一個狀態 到底這次的避險效果 還有沒有 我們來做一些分析 好 我先講 市場上的一個看法 市場上 是完全沒有料到 這一次金價有可能跳水的 包括我也是 我們現在是事後找原因 所以 不是在跟各位做分析 只是分析一下市場上 的一個認知 沒有人相信 金價會跳水到這個位階 也沒有人相信 目前的美國國債 居然下跌的幅度 會這麼大 因為股市都在崩了 你錢不留到具有避險資產的 一個性質上 那你要留到哪裡去呢 好 現在市場上 這麼恐慌 這個整體的金價下跌 來自於一個因素 目前是 普遍的一個看法 叫做 斷頭 就是說 整體的一個金融市場上 有非常多人是採取 融資 甚至要強反彈 目前整體市場上 恐慌的程度已經 嚴重到 這些人 必須強迫 把整體的一個 借的錢 還掉 包括融資的 包括整體的一個 包括品種也有可能 所以他必須大量的 拋售現在已有的部位 來還錢 也就是說 市場恐慌到極致的時候 連金價連債券 都必須下跌 不是說什麼現金為王 而是他必須把這些資產賣掉 才能夠去還他的債 因為他借的錢 借的太多了 這個是市場上 高度恐慌 引發的整體資產的一個下跌狀態 08年也曾經發過 但是08年的 這個幅度絕對沒有比現在的金價還沒再嚴重 短期內 會不會攀升 從一個短期上的一個角度可能還會承受一定的賣壓 但是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的話 債券和金價沒有理由跌 說真的債券和金價沒有理由跌 如果全世界的資產都在跌 那老實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們要知道 現在整體的一個貨幣在跌 因為整體貨幣寬鬆的一個操作越來越事出嘛 股市也在跌 具有避險功能的黃金和債券也在跌 這個是一個全體資產大幅縮水的情況 是高度不合理的 所以市場上老實說無法接受 但是以中長期來看的話 包括金價債券 依照這個恐慌程度 應該要回到它的一個基本軌道 這是給各位 最直接做的一個論述 我必須承認 這一次金價的一個下跌 我完全沒有料到 老實說你去問楊天理 這個黃金王子 你去問任何 包括原物料專家 包括整體投資人 都完全想不到 原來股市跌 金價和債券會跌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個人認為 從整體恐慌性的一個角度 還是不用賣出這些資產來進行停損 股市可能要做停損 因為股市可能還有一段跌幅 但是這些避險性資產 只要恐慌還在 賣壓 就是短期的 這邊提供給各位 大家有什麼問題 馬上來做解析 韋豪問說現在適合買房子嗎 你居然問買房子 我先簡單舉個例子 你有聽過 賣股票來買 買地保的 但是你很少聽過 賣地保來買股票的 我直接幫你翻譯就是 房市 基本上就是禁止放空的股市 房市只有趨緩 從來不會大幅大規模的一個下調 從任何08年的金融海嘯 或者過去的歷史經驗 從台灣的市場都是這樣的 所以 房子老實說 的確這次的疫情可能抑制住了房價的一個增長 但是讓它大幅的下滑 我認為可能性還是不高的 提供給各位 小胖說 請問年度會除了降息還有哪些可能的措施 目前川普已經釋出減稅的一個措施 有可能產生 降息的措施也 產生之後呢 現在聯準會呢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辦法 因為 利率已經是零了 它可能後續會採取一些 實質上的量化寬鬆的 虛實性意味 就是持續的撒出貨幣 但是 當流動性市場上的一個現金持續增加到 投資人已經不鳥錢了 你錢再多我都不要投資 那麼整體的一個 貨幣寬鬆手段就會陷入到流動性風險 什麼是流動性風險呢 就是 跟日本一樣 市場上 再多再多的錢 都讓人不願意消費 你灑的越多 我就越恐慌 這種感覺 好不好 這邊提供給各位做一些想法和借鏡 熊妮妮說 美國公司再也跌 股市跌 債市不好 唉 這就是這樣子 維倫森說 可惜我的空單量太少 這個 你要小心被尬 這個常常如果做當充的 好容易被尬 前天我就被尬了 對不對 所以 好 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Amy Lin說 您好請問從Podcast Player無法聽Live 哪一個Podcast有呢 目前Podcast都是後續上傳的 我還沒找到一個Podcast 可以同時直播的啦 當然我稍微研究一下 看一下 我們整體的一個直播團隊 能不能幫助我們做一些 這個Podcast上面的一個 實質直播 好不好 這邊提供給各位 好 感謝各位見參與 已經9點01分了 就不打擾各位了 有私訊的問題盡量多回答給各位 但是因為有點多 所以回復的速度會稍微慢一點 然後各位就見諒一下 如果真的很急 那就多密一點 多密一點 就讓訊息飄上來 感謝各位見參與 我們就明天早上 8點半 來為各位解析 整體國際的財經現況 拜拜 續規定 Bundes修正方 他們也會刨 選者 共産 快樂 領 Khali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